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足无措 顾月 爸爸来了 你有哪里不舒服 是不是想见妈妈了 我现在就叫你妈妈来 下一瞬间就拿出手机 月月 咱们的孩子得了心脏病了 她很想你 没过多久 当年顾清这位太子爷那位深爱 却不得不分手地白月光临月急冲冲地跑了进来 抱着我儿子痛哭 三个人抱在一起痛哭 而我宛若坠入冰窟 整个脑子嗡嗡的 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是一家人 那我是谁 身子一痛还没爬起来的我 又被顾清踹了一脚 我一定为我们的儿子找到最好的医院治疗 他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还着哭得上上气不接下气的林月 回头不耐烦地看着我 还愣在那里干嘛 抓紧收拾顾月的衣服 跟上啊 怎么这么愚蠢呢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收拾好孩子的衣服 等我追过去的时候 人都已经不见了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 我就被劈头盖脸的一阵责骂 江宇不是告诉你孩子转院了吗 当妈的居然一整天都没准备好要住院的东西 然后又不管不顾地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 收拾好东西我便去了医院 默契忙碌的两个人 顾清甚至还体贴给林月顺耳边的发 我忍无可忍 顾清 你该给我个解释 顾清那温和的笑容 在看到我以后瞬间沉了下去 你的孩子没保住我不是怕你难过 所以将月月的孩子抱过来给你养 月月失去陪伴孩子最好的时光 都献给你了 你还不知足 我整个人差点站不住 我的孩子竟然不在了 还替她的白月光养了五年孩子 我几乎跟风了一样 顾清你怎么敢如此对我 林月柔柔地说道 将于你别生气 以前是我不懂事 觉得孩子会耽误我五道生涯 抱给阿清来养 感谢你这些年的照顾 可毕竟我才是她的妈妈 你就算是不心疼我的孩子 也不必故意大喊大叫 让我的孩子犯病 顾清直接将我拽了出去 将于那也是你养了五年的孩子 你就一点不心疼 跟疯子一样 大吼你想害死他吗 我的心根撕裂了一样痛 你才是恶毒 让我替你的白月光养孩子 你让我当猴子耍吗 顾清捏了捏眉心 别闹了 你要是想生孩子 我再给你一个救世了 月月也给你添了那么多快乐 你本来也不亏不是吗 顾月 月月 林月 顾清执意要起的名字在这里 这五年的每一天 顾清叫她的名字 其实也是叫白月光的名字 怎会如此恶心 那我算什么 连保姆都算不上 我就像是傻子一样 被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 怒急攻心我当场晕了过去 我一直以为 我和顾清谈的恋爱很健康 一袭白裙的我在篮球场 顾清说那时 她对我是一见钟情开始的地方 并且也给我坦然 她以前交往过女朋友 我对她是百分百的信任 一直到我出车祸 顾清告诉我 孩子没事已经顺利生产时 我幸福地像个妈妈一样 清尽所有爱给她 如今告诉我 不是我的孩子 再看看穿着白色连衣裙的林月 那哪里是对我一见钟情 那是钟情于我和林月相似的品位 醒来时周围连个人都没有 电话却打过来了 月月要吃排骨汤你 现在去做 似乎怕我拒绝 不过就是晕了而已 别跟我说你做不了 我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抓住 我死死压制住我 即将留下的泪水 是哪个月月要吃 是你情人月月 还是你情人孩子月月要吃 够了 一点小事至于阴阳怪气的吗 月月叫你这种人妈妈 简直就是侮辱了顾月 没有管我 一天都没有进食了 连走路都是晃晃悠悠的 到底去外面买了一些吃的 五年啊 即便是养一条狗 都已经养出来感情了 还没走进去 就听到顾清在说 以后江宇不是你妈 她没有良心 一点都不心疼你 林月是你的亲妈妈 你的亲妈妈是舞蹈家 温柔大方善良 将与一个上不了她下面的家庭主妇而已 充其量只能算是你的保姆 我的儿子那么聪明 一定知道选择是妈妈谁了吧 光当 我手中的食物就这么掉了下来 我完美的老公 完美的儿子 幸福的婚姻 最终在其他人那里 在你的眼中我就是保姆 不然 你想抢走月月的孩子吗 顾清理所应当到 你只是照顾她五年 月月可是辛辛苦苦 怀胎十月生下来的 永远母子连心 你没生过孩子 当然不会体会到 我浑身站立 这种话 她是怎么说出口的 五年伺候一个孩子 怕有那些虐待的保姆和月嫂 顾清一直建议我 亲自照顾孩子 如今一到下雨天 我的腰我的膝盖 都痛得站不稳 竟成她嘴里轻飘飘的一句 不辛苦 失望的尽头 竟然是绝望 我难过地撑起毛子 我受够了 顾清我要和你离婚 你在说什么 就为了这一点小事 你要跟我离婚 顾清几乎怀疑她听错了 我心头泛起怒火 小事 那在你眼里 什么叫做大事 让你照顾我和别的男人的孩子 五年 你能忍的了 绝无可能 顾清一想 就是头皮都炸裂起来 说完自己就后悔了 那不一样的 我和月月是清清白白的 孩子是月月前夫的 不是我的 所以别闹了好吗 她又没有出轨 我没有理由再跟她闹了 你竟然为了 你白月光和别人的孩子遭见我 我看着顾清 若是他们的孩子 人不为己 天诸地灭 骂他们人渣没毛病 养她白月光和别人的孩子 她倒是如同几初 那我呢 顾清说得没错 我不是保姆 我又能是什么 我上前狠狠打了顾清一巴掌 顾清 你真让我恶心 回家 我就联系律师 让她你离婚协议 一场心脏病 让我看清了顾清的真面目 也幸亏是五年 这要是十年以上 我都不敢相信 我会封成什么样 顾清焦急地赶了回来 听到我你离婚协议 眼底一慌 小雨对不起 当时你昏倒的时候 一直在保护孩子 如果你知道孩子没了 一定会撑不下去的 我也是为你好 我冷笑 这好给你要不要 高高在上的顾总 哪里这么低三下四地哄过人 我说过了 这件事情就当没发生 我会补偿 你再跟生一个孩子不好吗 我这辈子只做错这一件事 你不能因为这一件事 就把我否定了 确实你要么不干事 要么不干人事 够了 顾清起身 我给你时间好好反省一下 不管不顾的 直接摔门就走了 接下来几天 都没有看到她的身影 正好清算财产这期间 我也不想看到她 但是她不出现 有人耐不住寂寞 当看到那个头像 是个穿白裙子的小女孩 我就知道这个人是谁 能加我 无非就是来挑衅我 我可不给别人表演的机会 林月不死心地 又要加我结果 结果又被我拒绝了 然后再加好友的位置发疯 你难道不想看看 你老公现在跟我有多么 亲密无间吗 我们两个人现在在医院 就跟一家人一样 那个位置就只能放下这么多字 完全不够林月表演的 我可以想象得到她 气急败坏的样子 顾清没有回家的第五天 她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 顾清喝醉了 你过来接她一下 然后毫不留情地挂断了 她的这群狐朋狗友我很不喜 他们也不喜欢我 那时候顾清对我不错 你不喜欢就不跟他们来往 不用管我家在中间难不难做 我还是去了 财产还没有清算完毕 这个时候她死了 我害怕她偷偷地立过一份遗嘱 都给林月他们母子 刚到班校门口 就听到了林月的声音 我顿时觉得自己来错了 阿清 这么多年 你都没有忘记我的不对 所以你采取了跟我相似的疆域 应付家里人 我的手一顿 顾清似乎真的喝多了 月月啊 我是很想她的 可是她不肯回来 真是可笑 我还在幻想 至少曾经我们还是相爱过的 我还是在众人各种鄙夷的视线下走了进去 拿了一瓶红酒 直接教了顾清一身 在林月精彩的演技下 转身就离开 为了照顾那孩子 我牺牲掉我牺牲掉我的事业 成为他们口中的保姆 我准备重返职场 我依旧去了老东家 墨市集团 正好碰到墨宴 当初我并不同意回归家庭 除了孩子 顾清难得跟我撒了撒娇 说墨市跟他们是对家 加上墨总那么帅气 他怕媳妇跟别人跑了 堂堂顾总跟大金毛一样 我心里一软就这么答应他了 如今我还是挺不好意思面对人家 毕竟人家 墨总对我可从未有过特俗待遇 哪里有的要拐跑我想法 只有临走时劝过我一次 回来就好 那个位置还是你的 说完冷酷地离开了 跟以前一样 我反倒松了一口气 为了不辜负期望 我是拼了命地适应公司 其实我的状态并不好 接连二三的打击 加上顾清对我踢的那一脚 那天过后就一直在痛 结果就脸色苍白地倒在宫位上 他们都认识我 自然也认识我老公 去医院时 我朋友小玉给我老公打过去电话 那边就像是故意一样 这边打完就挂掉 打完就挂掉 并且没有关机 我自己牵 我惨白着脸 颤抖着手 勉勉强强写了上去 等我醒了 小玉还在打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对方只是单纯地不想接 你有完没完 我去给顾月找靠谱的医生 你就那么见不得孩子好吗 小玉一正 要是找孩子的话 有心可圆 然后便听到林月娇娇柔柔的声音 阿青 人家痛 刚才那个浪打过来 有人把我的脚踩了 这哪里是去找医生了 分明是去游乐园玩了 来不及说什么那边挂了 然后就彻底打不通了 你老公太过分了 以前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变成这样了 连他们这些外人都震惊 更何况是我呢 就是挺感谢小玉的 扶着我去厕所 尽心尽力地帮我 可刚从厕所出来 就看到顾青抱着林月冲了进来 医生呢 医生在哪 我女朋友被人踩到了 脚都肿了很痛 然后便看到了我 顾青眉头紧簇 你怎么跟到这来了 小玉立刻炸了 你能不能说句人话 你跟小三玩水时 你老婆做蓝尾炎手术 顾青脸上染上一抹歉意 还女朋友 一个小三 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 顾青那一抹歉意 瞬间退去 你就任凭你的朋友 如此诬蔑我 我朋友没说错 一对狗男女 我很痛拉着小玉离开了 脚不过就是拧了一下 林月居然住院了 故意等小玉不在的时候 找到我 呵呵 你还真是会掩耳盗铃啊 死活不加我V 不过就是不想看到 我和阿青爱我的样子 然后好继续赖着她 你以为所有人都喜欢捡别人的东西吃 林月面色一清 你要是真不在乎 早就跟顾青离婚了 说白了你就是吸血虫 扒着顾青这个总裁不放 你好像是在形容你 我平静回怼的态度 让林月彻底破防 想到什么突然阴沉一笑 你猜 你当年那场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你都没有见过那人 当时那场车祸确实挺令人胆寒的 顾青说我昏迷太久 事故她已经处理完了 那人进去接受该有的惩罚 其实那人根本没进去 顾青还签了谅解书 因为撞你的那个人是我 我惊恶 什么 林月得意洋洋 那时候我也怀孕了 你的孩子要是出生了 那我的孩子怎么样 给别人我不放心 所以只能牺牲你肚子里的孩子了 当然我也不希望有别的女人给阿青生孩子 我的孩子才是她最爱的那一个 即便不是她的 我几乎要窒息 我本以为我平静的 不会再难过了 没想到我的孩子 竟然是林月亲手杀死的 顾青知道还原谅了她 剑打击还不够 林月嘲讽地看着我的肚子 你也应该感谢我 那次事故导致你不能生育 正好直接省了贷还的钱 突然捂住嘴巴 你今后都不能生育的事情 阿青该不会没告诉你吧 我拳头钻到几乎失去了知觉 我看着得意洋洋的林月 打了她一巴掌 要不是身体还在恢复期 我一定撕了她 林月平时柔柔弱弱的 也不是省油的灯 要对我动手被赶来的小玉拦住 而我就跟失去魂魄一样 眼前的一切都在渐行渐远 顾燕见我就是一阵埋怨 就算我没有照顾你 你也不能对林月动手啊 因为她该死 我愤恨地看着顾青 是她亲手杀了我的孩子 顾青瞳孔放大 对不起 月月因为怀孕快要生子的原因 操作失误才跟你撞上 我怕你多想所以这么处理了 这一切只是意外 意外 意外到我这辈子都无法再怀孕了 你还大言不惭地说要送我一个孩子 你是在嘲讽我吗 顾青你怎么不去死啊 我的泪水疯了一样地往下落 鼻腔里是令人绝望的委屈 我这辈子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要这么对我 面对我的嘶吼顾青彻底慌乱 我没想过的 我只是怕你受伤瞒了下来 我 滚 你再出现在我面前 不介意杀了你 我走 我走 你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 日后我再补偿 看看我憎恶的眼神 到底是把这句话吞到了肚子里 我激动到整个在道西气 回来的小玉吓坏了 迅速联系医生 在小玉的照顾下我终于出院了 回家时 顾青难得能在白天的时候在家 还做了一桌子的菜在等着我 笑容透着讨好和勉强 这都是我亲手做的 你先吃点东西吧 筷子盘的餐具 都是他亲手为我摆放好 这些曾经都是我亲自为他动手做的 一做就是五年 视线触及到他的手收入 目一片红他立刻收回 没关系的 只是一点小伤 我唇角扬起讽刺地笑 像这样的伤口 五年来我受过无数次 你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说我的吗 指着我鼻子嘲弄 你是不是宫廷剧太多 脑子看残废了 一点点小伤而已 还指望我好吃好喝供着你吗 当场砸了我那一桌菜 那也是他第一次对我发火 后来想想那是林月回来了 砸东西说那些话都是借口 顾清脸上划过一抹愧疚 我没有想到烫伤会那么痛 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多了 不然是个人都干不出你干的事 顾清宁爷 你一定要这么阴阳怪气的吗 何止堂堂顾氏集团的总裁 如果别人对你做了这种事 你会怎么对那个人 顾清那张脸 青子交加一摔筷子回屋了 我不是顾清的对手 可这仇我一定要报 没有人希望自己被人当成傻子一样耍 晚上我借机将她的手机静音 我便将我和林月的对话 直接放到网上 那天和林月的对话被我录制了下来 留到今天放 就是以怕顾清的能力 接收到消息立刻下架 这恶气出不了 可一晚上发酵的时间足够了 果然后半夜 有人在小区外面高喊 不枉费我提前跟保安打声招呼 不是本小区的一律不能放进来 第二天早上 出门才看到跟疯子一样的林月 阿清 我被江宇那个贱人算计了 颠倒黑白的说 是我故意让她说出来那些话的 根本就不是她的本意 顾清这才看到消息 林月那尖酸刻薄的声音 一度让她怀疑 根本就不是林月月本人 可话的确是你说出来的 若你不说她不孕之时 她永远都不会知道 顾清看着林月 眼底染上一抹失望 江宇啊江宇你又输了 我本以为是我点的外卖 没有想到陌生号码居然是林月 她难道忘记了她和顾清被马上热搜 做的事情这么狠毒 恨不得将她的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 你说怎么办 即便阿驰在你的算计下 已经看到了我的真面目 她还是那么的爱我 迫不及待地想要娶我呢 请帖给你了 记得一定要来 桌子上放着请帖 制作的精致又贵重 比我当年结婚的时候还要好 你永远不知道 恶心的人会有多么的恶心 顾清 你要跟恶心的人在一起举办婚礼 那是你的事 为什么我记过去的离婚协议你还是不签 你到底想要恶心 我到多久 没跟你说过吗 我不同意离婚 我们是夫妻 又没有原则上的错误 为什么你一定要揪着过去的事情没完 你的意思是 那还是我的错了 顾清深吸一口气 月月的孩子去世了 我为了安抚她给她一个婚礼怎么了 你该不会如此小气吧 我说过事情都解决以后会给你补偿 我不需要你的补偿 我只希望你们这对贱人远离我的视线 你别忘了 你现在还跟是夫妻关系 你就不怕我将这件事也发到网上 有上次的事情做铺垫 这一次想要压下新闻很难 阿清 婚礼要开始了 顾清拧眉 你随意 我气得不行 当场就要找结婚证 将结婚证 和他们婚礼发布到网上 没想到 小玉焦急地给我打电话 小玉 你听我说 这一段时间千万不要上网 我整个人仿佛老了几十岁一般 我看见了 昨天还是铺天盖地地说林月那些人 开始不停地嘲弄我 说我是顾家的住家保姆 在家带孩子 还没带好孩子 令他心脏病去世以后还疯了 林月是为了刺激我 让我清醒一些才说的那些话 林月反倒成了一个好人 大家都赞扬林月夫妻 两个人真善良 孩子都被我伺候到去世了 还污蔑他们 没有惩罚 我还花钱给我找医生治疗 治疗的结果就是 我就是一个虎脚蛮缠 恶毒保姆 怪不得顾清一副不在意的样子 怪不得我死活找不到结婚证 甚至还限制我出去 我选择回击 可没有人相信我 我死死捏着手机 心脏痛得无法呼吸 顾清你可真够觉得 顾清晚上居然回来 迎接他的是我扔过去的烟灰缸 顾清躲了过去 可我陆陆续续地朝着他的位置扔东西 常年健身的顾清身形还很矫健 很快就按住我阻止我的动作 顾清 你他妈还是人吗 为了你们两个人见人 一定要整死我吗 顾清握紧拳头 够了 你张口闭口都是你自己 顾月死了 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孩子 你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难过吗 月月因此都得了精神分裂 你怎么就这般如此绝情 她得了精神分裂 她凭什么得精神分裂 孩子别人养自己去圆梦 回来再把孩子抢走 对了 你们还污蔑说我把孩子伺候死的 分明是她遗传了林月的心脏病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因为我不会像林月一样发贱 顾清竟然还打了我一巴掌 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制高点看着我 离婚 这个世界上怎么有你这种不可理喻的人 她觉得自己没有错 那是一条命啊 林月说得对 杜忌已经让江雨面目全非了 我捂着脸 抄起那边的台灯照着顾清就打了下去 一下又一下 顾清被砸得整个人都懵了 这一次真正地看到我眼中浓烈的恨意 恨不得扒她的筋抽她的骨 为什么 错的明明就是她 见我在离婚证上没有丝毫犹豫地牵下去 顾清捏着我的手 眼底隐隐有些受伤 江雨 你难道就不会有一丝伤心很难过吗 曾经的你是那么的爱我 我甩开她的手 爱你 爱上你这个人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出门正好看到了莫燕 一起回公司吗 我还没开口 那边的林月率先开口说话了 阿清你看呢 跟你这边离婚 那边就迫不及待地跟别人搞暧昧 还真是离不开男人啊 莫燕平时真的很冷酷无情直接开口 这位女士在哪高就 这张口就来造谣的本事一流啊 林月顿时挂不住脸 我又没有说错 你对她没有意思的话 怎么来这里故意接她 阿清你看他们还不承认 顾清黑着脸 显然是已经相信了 怪不得你不留一点情面的就牵了下去 原来是找好下家了 莫燕总结 你们蛮配的一对精神病 弟弟辛苦你了 你姐夫不会开车 莫燕的姐姐拉着她老公冲了过来 像一个巨大的巴掌 啪啪地打了他们两个人的脸 我讽刺地看着这两个人 顾清突然有一种心慌的感觉 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 可是那边的我已经跟着莫燕离开了 还没过两天林月就气急败坏地给我打电话 将于你是不是还在勾引阿清 你要不要脸呢 你有病 就是你 如果不是你勾引她的话 她怎么迟迟不给我领证 我离开这么多年 她都没有忘记我 所以在最后关键的时刻 她不愿意跟我领证了 肯定是你勾引她 这里两个人全世界最适合在一起的贱人 居然没领证 呵呵 看来顾清也没有那么爱你 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是妒忌 挂了电话 林月就开始搞事情 甚至开始造我的谣 趁着前两次事情 发酵在网上小伙了一把 如今更是开直播 跟网友吐槽 说我这个女保姆 勾引上了墨氏集团的少爷 而墨燕居然是一个来者不惧的人 顿时脑补出来一个有点年纪的我 跟帅气宽肩窄腰的霸榜的霸总墨燕谈恋爱 一些女友粉直接破房了 直接就一个脱粉回彩 就跟饭圈一样 林月快要笑弯腰 江宇你想跟我斗 没门 至于墨燕上次敢那么说她 早就怀恨在心了 张口就来 说她攻击她这么一个手无寸铁 柔弱的女生 人品很差 抹黑墨氏 导致墨氏集团的股市出现巨大的问题 墨总对不起 我很抱歉地看着墨燕 因为我的关系遭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 你不用觉得抱歉 作为竞争对手的手段罢了 早晚会走到这一步 墨燕点着桌面突然发问 你对林月了解有多少 某人组织的宴会 把我们叫上 也将风头正盛的顾家也叫上了 最近这两家八卦特别多 很多人都想见识一下 墨燕依旧带着我去的 刚下车就碰到了 林月挽着顾青的手走了过来 哎呀 这不是那两个没良心的人吗 保姆跟墨少的恋爱情史 还真是闹得人窘截止 林月故意让其他人都听到 这里的个个都是踩高捧低的人 狠狠嘲弄我一番 然后开始捧着林月 哎呀 你的身材这么好 是怎么保持的 林月眼角的笑意都已经压不住了 我从来没有刻意地去保持我的身材 可能因为我是跳舞的 所以才这么优雅 什么跳舞的 那分明就是舞蹈家呀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 你跳上一曲 肯定是白天鹅一样 就是还那么善良 差点被保姆上位了 没有带我来这种场合 这群人是深信不疑 我是保姆 知道我的人本来也看不上我 压根就不会说 所以一口一个保姆贬低我 恭为林月 林月如果有尾巴的话 一定会撬到天上 阿清 看吧我才是那个适配你的人 跟我在一起 连运气都变得好起来了 挑衅地看了我好几眼 顾清甚至也很满意 林月被追捧的样子 那也是给她长脸面 可是这种得意 并没有维持有多久 因为宴会上放的 企业规划之类的东西 忽然变成了录像 是医院的视角 是生前的顾月 其实我一直都避免 想她的事情 也爱过她 虽然不是她的错 可我又有什么错 下一秒就看到林月 像恶魔一样走了过去 做完手术以后 她的身体一直不好 要带着呼吸机 月月对不起了 谁叫江宇那个贱人 那么阴险 让阿清看到我那一面 你就乖乖地去死 阿清爸爸才会心疼我的 日后你下地狱了 要怪就怪江宇去吧 然后就拔了她的呼吸罩 任凭孩子呼救 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直到孩子不动了 这才带了回去 紧接着喊医生 所有人都震惊地 看着这一切难以相信 这是自己孩子的亲生母亲 能做出的事情 林月像是被钉在地板上一样 整个人疯狂地摇头 阿清 不是我真的不是 我这个视频肯定是合成的 有人要陷害我 没等她说完了 第二段视频也发了出来 是国外的视频 林月对外说 她的心脏不怎么好 所以在舞团里退役了 表达非常遗憾之情 很多人遗憾表示 这么优秀的舞者 没有办法为国争光了 可是眼前的视频 所了解到的是 林月并不是因为 心脏病退团的 是为了要赢其他选手 在人家的鞋子里 做了手脚 紧急导致那个人 再也没有办法跳舞了 所以林月直接被 舞蹈团开除了 这才灰溜溜地回国了 天哪 这个世界上 怎么有这么坏的人啊 杀了自己的亲儿子 还使用下三滥的手段去赢 他这舞蹈家的头衔 不会就是这么来的吧 顾清大概是 打击最大的一个 整个人失魂落魄地站在那 阿清 你不要相信 再看顾清那憎恶的毛子 你杀了顾月 那是你的你怎么敢的 我还说将于恶毒 没想到最恶毒的人是你 我不是 林月捂着胸口 阿清 那些事情我都可以解释的 是他们妒忌我陷害我 我不行了 我呼吸困难 你送我去医院好不好 像你这种恶毒的人 怎么可能身体不好 我看你的心脏病 也是假的吧 顾清冷冷开口 看着林月在那里表演 林月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甚至白到最后开始发紫 脑袋上的汗哗啦啦地往下躺 阿清我真的不行 然后倒在地上 顾清还非常嫌弃地 踢了他两脚 林月死了 心脏病突发 因为顾清以为他在演戏 所以并没有让人救 等拉到医院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直了 事情火速开始发酵 林月恶毒的嘴脸 惊吓到众人了 在默艳地受益下 我的身份被再次翻出来 原来我才是真正的顾总妻子 居然被污蔑成了保姆 生生被他们这些人网爆了很久 不少人纷纷给我道歉 没有道歉的人直接往顾家那边开骂 顾清被叫去调查的时候 许多记者将卖差点对顾清嘴里 顾总 对于你维护的小三的行为 你有什么想说的 白月光变成了杀人狂魔 为了这样的人放弃自己的妻子 有什么感想 对你的前妻就没感觉到抱歉吗 提及我的名字 顾清那游离的神色有了光芒 我后悔了 我真的好后悔 顾清哭出声 小雨你愿意原谅我吗 我真的知道 错了 签下离婚协议的时候 我就后悔了 我一直偷偷地看着你 怪不得我总是觉得有人在跟踪我 时不时收到各种免费鲜花 还有免费试吃的东西 可迟来的深情比草贱 对我来说 那些东西根本就不需要 顾清眼底露出深情 小雨我很确定 我还爱你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复婚好不好 赴你大爷 一位记者 当场将自己的麦克风 砸到他的脑袋上 直接被带走了 最终顾清因偷税漏税被判了 蹲了整整三年 出狱的时候迫不及待找到我 小雨 在监狱的这三年 我有多么地想你 多么地爱你 我们真的复婚 妈妈 我将孩子抱起来 已婚有娃 请你离我远一点 我老公会吃醋 顾清一愣 无所谓一笑 收养的孩子 没关系 我也会当成我亲生的来养 顾清你 还是那么喜欢给别人养孩子 我可没那癖好 我摸着年团子的头 这是我的女儿 当初确诊是我这辈子 有可能无法怀孕了 可治疗还是可以的 为了不让我怀 林月故意告诉顾清一半的话 差一点就耽误我的治疗 还好莫艳这个人天性生疑 不相信那两个人的话 所以才有了年团子的出生 看着我和莫艳手拉手地离开 顾清顿觉失去了全世界 原来她才是那个 被林月掌控的傻子 朝着车流里冲了过去 只听到砰的一声 接着就是各种尖叫的身影 而我们一家三口未曾回头 故事二 与未婚夫相爱六年 大家都说我好福气 能搭上这么好的门楣 可她从不肯给我多花一分钱 转头给白月光买了飞机 白月光给我显摆 可她不知道 她已经破产 她买飞机的钱 还是我刷的卡 忘记说了 我本身就是隐藏豪门 闺蜜小雪约我国庆去川西晚 想着大学毕业后 没怎么出去玩过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可刚订好飞机票 就接到了未婚夫 济思琪的电话 林芷若 你拿着我的钱买机票 想要干嘛 我都说了 这是攒着结婚的钱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 剔头盖脸的一顿 骂让我有些恍惚 看了手机 才发现误刷了她的亲情卡 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和她就互相绑定了卡 当时她让我随便花 但我物欲不高 很少用她的钱 我想要解释 可是才刚开口 又被她打断 亲情卡开着 是为了给你急用的 你现在这样随便刷 是我把我当ETMG是吗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么物质的人呢 行了 快把票退了 再有下次我就结绑了 捧着手机 我有些难过 大家都说我与纪思琪的婚事 是我高攀 我一个现成姑娘 能攀附上纪家公子 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是富贵命 可我知道她从来不会为我多花一分钱 每次多用一点钱 纪思琪都会气急败坏 说我物质败金 跟她在一起 只是为了钱 于是我现在买衣服 都不敢买牌子的 外出吃饭 都只敢去小饭馆 生怕纪思琪误会 她当初在大学追我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也很舍得为我花钱 衣服包包随便送 每次公开课 都要坐在我身边陪着我 说不给其他人接近我的机会 甚至还没毕业就与我订了婚 当她眨着眼看我的时候 我总觉得我是她的全世界 直到她的白月光顾燕燃回国后 我才知道 我不过当了几年别人的替身 那些倾注在我身上的爱意 也要收回了 现在郑主回来了 梦也该醒了 闺蜜心疼地看着我 怒骂我不争气 这狗男人都这样了 只若你还跟着他干什么呀 何况你现在中了彩票 我们何必在低三下四受他的气 上个月我的生日 纪思琪明明答应我 好好陪我过个生日 可在吹蜡烛的时候 被一个电话急匆匆叫走 没舍得回头看我一眼 我本以为公司出了什么急事 需要处理 后来看到朋友圈才知道 只是顾嫣然在家做饭 被邮件到 看着照片里 纪思琪捧着顾嫣然的手 紧张焦急的样子 我突然感觉很无趣 闺蜜知道后 半夜拉住我出去喝酒 买彩票 那张彩票在第二天中了五千万 现在想来是上天都知道 纪思琪对我不公 给我的补偿 也在提醒我 不要再抓着不爱自己的人不放了 我退了那张机票 拿自己钱重新买了一张 在川西的那几天 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快乐 虽然国庆人比较多 但这种热闹的氛围 才让我感到自己还活着 这期间 纪思琪一通电话 也没打给我 自嘲笑笑 想来我在她的世界 早已是配角 又怎会在乎我的去向 当我提着行李箱 回到家打开门的时候 发现家里乱糟糟一片 地上散落着女士内衣 丝袜 高跟鞋 还夹杂着纪思琪的衣物 一路延伸至主卧 房间里正传来激烈的声音 还掺着女人的身影 阿琪 好厉害 你跟你未婚妻上床的时候 也这么厉害吗 纪思琪冷哼一声 嘲讽道 她怎么能跟你比 燕燃 你才是我永远的谬思 我一直在等你 只要你一句话 我一定会跟你结婚 脑子里如烟花般炸开 后面他们再说了什么 我已经完全听不进去了 拿着行李箱落花而逃 我以为 至少在跟我完全撇清关系之前 纪思琪不会真的做到这一步 没想到她真的连脸都不要了 直到看着纪思琪将顾燕燃送走后返回 我才拖着行李箱 慢吞吞回家 纪思琪脸上还是燕足的样子 看见我却立马变得冷立 你还真敢背着我去旅游 你真是不知道钱多难挣 我的钱就能这么随便花 我看着她这副样子 生出了一丝反胃 我没用你的钱 她拿出手机翻了翻 看到确实没有花钱的记录 送了口气 见我沉默着站在一旁 似乎察觉语气有点不对 开始找步 纸若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钱不如留着我们结婚 况且你是我的未婚妻 还是不要到处跑 惹人误会 对季家声誉不好 她拉着顾燕燃 在我们的床上翻云覆雨的时候 怎么没考虑过季家声誉 刚想开口说什么 我余光扫到沙发上 遗落的女士外套 正愣了许久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闪过一丝慌乱 又强装镇定 刚刚嫣然来家里 问我项目的事情 肯定忘了拿走 看着她掩饰的表情 我轻声问 纪思琪 我们还能结婚吗 摸着我的头 她笑得很好看 傻瓜 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我一定会跟你结婚的 我犹豫了一下 决定还是告诉她彩票的事情 却被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打断 什么 燕燃你等等我 马上到 纪思琪略带歉意地看着我 说顾燕燃房门打不开了 要急着赶过去陪她 晚上天黑风大 燕燃胆子小 我得照顾她 直到深夜 纪思琪才舍得回家 见我不在主卧里 她又来客房寻找 摸索着上床 她从后面拥抱住我 想与我亲热 当那带着浓重女士香水的怀抱 靠近我时 我实在忍不住 又回想起今天看到的画面 推开她跑进洗手间 吐了个天昏地暗 等我出来的时候 纪思琪黑着脸坐在床上 质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睡主卧就算了 现在还来这一出 甩了甩脸上的水珠 我前所未有的冷静 纪思琪 这婚要不我们不结了吧 听到这话 纪思琪呼吸一致 指责道 你又在耍什么性子 嫣然不过是我从小到大的朋友 陪陪朋友怎么了 至于闹到这步吗 我扯起嘴角 笑容惨淡 陪朋友要陪到床上吗 她瞳孔一缩 久久未能言语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 洒在客卧碎成一片片 我和她的感情也如这般 其实我早该退出了 只若 我承认我以前喜欢过她 不过都是以前的事了 我跟她睡一次 也是为了我们以后好 睡完后也不惦记她了 她哪能跟你比 我跟她就是玩玩 只若 我是想跟你过一辈子的 那种干傲反胃感又涌了上来 我现在才发现 我从来没真正认识过她 她能如此轻飘飘说出这种话 只会让我觉得她从来没有尊重过我 推开她挽留的手 我收拾了东西去书房的飘窗上睡了一晚 第二天 我就拿着行李箱去外面租了房子 季思琦天天给我发消息打电话 说着多么爱我 这辈子都离不开我 可顾嫣然的朋友圈里 他们两之间的约会就从没断过 不是在开车自驾游 就是在电影首映里 她曾告诉我 作为她的未婚妻应当低调 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 因此在公司 她从未公开 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她与顾嫣然 却完全不顾她人的眼光 爱得轰轰烈烈 爱得难舍难分 我对季思琦来说 只是闲暇时刻 逗弄的小狗 只要她一句话 我就会不顾一切 为她飞奔而来 可我是人 我的心也是心 被她若无其事 伤了这么多次 我也会应激 这次 我是真的决定放手 还自己一个自由 那天 我正在和闺蜜逛街 手机又收到了她的微信 只若 明天有个宴会 我父母都会去 你会跟我一起去的吧 尽管季思琦不是什么好人 但她父母一直以来 都对我照顾有加 况且退婚的是 也要亲自出面 跟她父母商量一下才行 犹豫了一下 我还是准备去 闺蜜知道后 拉着我买了一身 当季的衣服和包包 说要给我好好撑场面 等我第二天 站在宴会厅门口时 却被门童拦了下来 不好意思女士 你没有邀请函 不能出席 我皱着眉头解释道 我是季思琦的未婚妻 她应该已经在里面了 门童上下扫尸我 迟笑道 小姐 就算没被邀请 也不能冒充 季公子的未婚妻吧 谁不知道 季总已经带着未婚妻进场了 装也要装得像一点吧 门口的围着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都在看我的笑话 我的手紧紧攥着裙子 不停给季思琦打电话 却一直无人接听 直到我看见顾嫣然 挽着季思琦的手走了出来 笑容迷人 周围人看着这光鲜亮丽的这一对 狗腿地开始捧场 顾小姐这样的才貌 才配得上季总啊 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赶过来了 不是长得像就能过来碰瓷的呀 现在女人怎么一点自尊心没有 顾嫣然听着这些话 撩了撩头发 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季思琦看着我 隐隐有发怒的迹象 你过来干什么 谁让你来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羞辱 我身子忍不住有些颤抖 是你让我来的 她皱着眉 一脸莫名其妙 顾嫣然撒娇道 阿琪 是我用你的手机给她的消息 这宴会多无聊啊 我就给自己找了点乐子 阿琪 你不会怪我吧 季思琦眼神复杂地看了看我们 脸上浮现出一丝挣扎 但最后还是选择了顾嫣然 行了行了 现在快点走吧 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顾嫣然往旁边使了个眼色 她的朋友走上前来 阴阳怪气 哎呀 这衣服和包包都是最新款吧 也不知道一个女人 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这时季思琦才注意到我的衣服 质问道 林芷若 你哪来的钱买的衣服 我都跟你说了 低调点低调点 顾嫣然火上加油 没钱买的衣服 不会是盗版吧 这位女士 我们这里可是正经宴会 穿着盗版衣服来 真是不知廉耻 摆明了找骂呀 周围人看我的眼神更加鄙夷 好似整件事情 已经板上钉钉 我抓着季思琦的手 着急解释道 不是的 其实我是刚中了 她一把甩开 够了零指弱 你快点滚吧 还嫌不够丢人吗 这一下子 直接把我推倒在地 可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带着顾嫣然进了宴会 明明我才是她正牌未婚妻 她却不愿意在旁人面前承认我 甚至不分青红皂白 就站在顾嫣然那边 门童走了过来 猥琐笑笑 小妞 季公子 不要你 可以考虑下我呀 你这种姿色 我出二百一碗怎样 够大方吧 眼看她的手就要摸上我的腰 我狠狠踹了她一脚 转身跑开 这宴会厅在山顶别墅 我来的时候 出了双倍车费 司机才肯送我上来 山上风大 路灯幽暗 没过一会 还下起了大雨 头发和衣服全部进尸 我抱着身子 走在下山的路上 心中不住委屈 曾几何时 我也是被继思棋 捧在手心上的 大学下课时 遇上了大雨 我跟其他同学 都被困在教学楼中 使她冒着大雨 在所有人的注释中 给我送伞 接我回去 那个时候 我认定她是我此生 都想陪伴的人 可在才短短几年 便已物是人非 雨越下越大 我的头昏昏沉沉 脚步越来越重 最终忍不住 晕倒在了路边 昏迷前最后的意识 是一辆跑车 停在了我的面前 在睁眼时 我躺在陌生的床上 身边坐着的是 纪思棋的好兄弟 裴杜 纪思棋曾经告诉过我 虽然她跟裴杜 一起长大 但因为家庭原因 裴杜本质上 是个很难相处的人 看着男人淡漠沉静的面容 我忐忑道 对不起啊 给你添麻烦了 她低垂着眉眼 说我发了高烧 让我好好休息 突然 我手机收到一笔付款信息 显示刚刚购买了一架直升机 皱着眉头 正想点开订单看详情时 纪思棋给我打了一个视频电话 接通后 镜头出现的 却是顾嫣然的脸 顾嫣然看着我 顾作惊讶 沉笑着打了一下身旁的纪思棋 挨压都怪你 害我把电话打出去了 芷若 刚刚阿琪给我买了飞机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纪思棋的声音从听筒传来 充满着不屑 跟她说这么多干什么 她这种虚荣的土鳖 怎么能懂我们的品位 顾嫣然小鸟依人地靠着她肩膀上 轻蔑一笑 果然 山鸡就是山鸡 永远不可能变成凤凰 还不等我说什么 她翻了个白眼 直接挂断了电话 旁边的裴度听完了全程 皱着眉头疑问道 纪家不是倒闭了吗 纪思棋哪来的钱 给小情人买直升机 我愤愤说道 他们刷的是我的卡 想必是纪思棋 还没发现家里破产了 卡里没钱 自动刷了我的卡 纪思棋个王八蛋 骗我感情就算了 现在竟然敢骗我的钱 裴度听完一脸震惊 滴滴笑了笑 打开了电视 电视里正在宣布 纪家因为内部管理不善 入不敷出 现在资金全面冻结 等待破产清算 不过现在 纪思棋正带着她的白月光 坐着直升机 在城市上空盘旋 新闻里的记者打听到了 纪思棋的下落 正为在直升机下方 等待第一手采访 当纪思棋满面红光 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 记者一窝蜂围了上去 七嘴八舌 纪公子 请问对纪家破产您 却带着朋友 在这里一掷千金 买直升机 有什么看法 纪家的现金流 还能接得上吗 镜头里的纪思棋 听到这话 脸色惨白 张大了嘴巴 难以置信道 什么破产 纪思棋颤抖着手 拿出了手机 看到了四面八方消息传来 才相信了破产的真实性 她甚至没来得及 管穿着高跟鞋的顾嫣然 急匆匆地逃离了采访现场 只留顾嫣然一个人 面对韦勇上来的记者 我向裴杜道谢 回到了自己租住的公寓 发现纪思棋正站在门口 死死盯着我 无视了她的眼神 我拿出钥匙开门进屋 却被她狠狠抓住了手腕 林芷若 我刚刚看到了 那架飞机刷的是你的卡 你是不是要向我解释一下 你哪来得这么多钱 不会真被我说中了 你背着我绑上其他有钱人了 你真是不要脸呢 看来第一时间来找我 是担心自己戴了绿帽子 气急败坏 我甩开她的手 直直扇了她一巴掌 继思棋 别把人都想得像你那么肮脏 我买了彩票 中奖了五千万 她脸上闪过错愕和不甘 又很好地掩饰下去 立马换了个嘴脸 只若 中奖了怎么不早跟我说 把我当外人是吧 感叹于她变脸速度之快 我嘲讽道 自从顾嫣然回国之后 你有哪次好好听我说过话吗 到底是我不告诉你 还是你压根 不想搭理我 她尴尬笑笑 拉着我的手 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铃声打断 继思棋皱着眉头接听了电话 那头传来顾嫣然娇滴滴的声音 阿琪 你真坏 怎么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啊 这飞机说好了 写我名字的 你不能因为破产了 就反悔了呀 我翻了个白眼 好心提醒一句 你送谁飞机都不关我的事 但买飞机的一千万 记得三天之内还给我 不然我是要算利息的 顾嫣然一听到我的声音 吃笑道 林芷若你个乡下来的算什么东西 你们还没结婚呢 就开始惦记阿琪的钱了 果然我说的没错 你就是TMG 看来平时继思棋不让我花钱 说我拜金 都是顾嫣然在从中作梗 不想听她的乌言晦语 我甩开继思棋的手 想要进房间 她一着急 对电话那头的顾嫣然怒吼道 你算什么东西 还敢吼指若了 要不是你 这个扫把星在我身边 记家怎么会破产 我告诉你顾嫣然 我记思棋这辈子 就爱林指若一个 我的钱你一分都别想要 挂断电话 她哀求地看着我 祈求我的原谅 只若我都是一时冲动 我们交往都六年了 你肯定不会为这种小事 跟我生气的吧 我之前也幻想着 季思棋哪天能给我道歉 说这辈子就认定我了 跟我好好过日子 可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让我对着这张脸 一点欲望也没有 只想让她还钱后一刀两断 不管你说什么 都要先还钱 她愣了一下 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皱着眉头强调道 只若 你能不能每天就钱钱钱的 这多粗俗啊 现在记家这么困难 那直升机我肯定不会再买了 到时候钱退到你卡上 你直接把五千万转给我 再次惊讶于她的不要脸 我瞪着眼睛质问道 你在说什么 这是我的钱 季思棋不耐烦道 你的不就是我的 现在公司有难 肯定要拿出来救急呀 你怎么这点格局和同情心都没有 跟她订婚后 我连刷她的卡买个机票都让我退 出去旅游都要被骂败家 出去穿个名牌衣服 别人都要说我买的盗版 跟她订婚几年 我就畏畏缩缩当了几年乌龟 小三都没我这么见不得光 现在开始扯跟我是一家人 要我出钱了 感情她的钱是她的钱 我的钱也是她的钱 真不知道 堂堂记家公子 怎么被交成这种铁公鸡 想起我与她的婚还没退成 我冲她笑道 不如抽空见下你父母吧 我们具体谈一下这个事情 她点点头 立马开始安排 那行 我明天来接你呀 芷若 一定等我呀 目送她离开后 我赶紧进门反锁 拿着手机结绑了亲情卡 第二天 祭司祺来接我的时候 我看都没看她一眼 直接坐上了后座 她看着我 忍了又忍 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收到了直升机的退款 心中松了口气 祭司祺开车的时候 一直看着后视镜 想与我说话 可我一直低头刷着手机 对她爱答不理 她无法 叹气道 芷若 你是不是还为了 嫣然怪我 我们之间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安静了 以前她开车的时候 我担心她无聊 总是找着各种话题 跟她搭话 给她解闷 帮她看着导航 在红灯的时候 给她投喂 现在不适应了 才开始想起我的好 可惜已经太晚了 我们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等在餐桌上 见到她的父母 祭司祺兴奋地告诉爸妈 家里的资金链 可以用我的奖金补上 她妈妈在在对面 小心翼翼看了我一眼 问道 芷若 你如果不愿意 可以直接说的 祭司祺不以为意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之前本来 不愿意 关于我跟祭司祺的婚约 我要取消 看着坐在对面的两位 我坚定地说 身旁祭司祺一脸错愕 狠狠抓着 我的手臂咆哮道 林芷若你当着我爸妈的面 瞎说什么呢 这些年我对你这么好 现在我家落魄了 就要跟我解除婚约 怎么会有你这么物质 不要脸的女人 没理会她的话 我把手机中准备好的视频 递给她爸妈 那是她与顾嫣然上床的视频 视频中的两人 放肆说一些吟言浪语 两位长辈的脸色变了又变 季思琪勃然大怒 一把抓过手机摔在地上 有这个必要吗 我都跟你解释清楚了 你还要把这个事情 闹到我爸妈这里才满意 季父拍了下桌子 面容严肃 混账 你自己做的事情 还不敢让我们知道 看着摔在地上 四分五裂的手机 我不想在掺和竞技家的事情里 将当时继母送给我的翡翠镯子 交还给他们 继母抹了抹眼泪 收下了镯子 将我送到门口 芷若 这件事情 是思琪对不起你 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 这次的危机 我们会自己度过 不耽误你了 我看着追到门口 恨不得把我生吞活泼的继思琪 冲着继母点点头 离开了这里 与继思琪的订婚解除后 我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大学里 我学的是珠宝设计 后来跟继思琪订婚后 她让我少在外面抛头路面 丢她家脸 我连跟人的沟通都很少 趁现在无事一身轻 我联系起了大学时积攒的人脉 开了一家珠宝设计店 开业的当天 陪杜捧着花来庆祝 自从那天 她带我回家照顾我后 我跟她之间再也没有联系 我笑着看她 说今天一定要还上次的人情 她歪着头想了想 让我为她挑一对袖扣 为她挑了一款红玛瑙的袖扣 我亲手给她戴上 可我才刚碰上她的袖扣 季思琪突然从门口冲了进来 助理略带歉意地看着我 说拦不住她 季思琪双眼星红 看见我的动作 发疯似地冲过来 将我们分开 把我护在身后 裴杜 我当你是兄弟 你却在这里跟我女朋友调情 裴杜挑眉嘲讽道 据我所知 你们好像已经退婚了 季思琪愣了一瞬 没办法反驳 又将矛头对准了我 林芷若 我说你怎么甩我甩得这么快 原来是早就找好了下家 我皱着眉头往后退了几步 那不还是要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当时宴会 把我一个人扔在山上 我也不至于昏倒在路边 季思琪哑口无言 沉默一阵 解释道 只若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跟顾嫣然断绝关系了 季思琪 你休想甩掉我 耳边传来尖锐的女声 顾嫣然出现了店门口 拿着包怒气冲冲走起来 就往季思琪身上砸 我揉了揉眉心 真不知道我这小破店 怎么能一下子来着那么多人 顾嫣然一把鼻涕 一把泪控诉 季思琪 你当初跟我上床的时候 说的什么 说一定会娶我 现在我都怀孕了 你要把我甩了 我又往后退了几步 好笑地看着眼前的闹剧 看到顾嫣然 季思琪脸色僵了一瞬 小心翼翼看了我一眼 压低声音对顾嫣然吼道 你能不能别在这里碍事啊 跟你说了多少遍别来找我了 而且你在外面睡了这么多人 谁知道是不是我的 顾嫣然被如此羞辱 脸气得胀红 狠狠扇了季思琪一巴掌 我这辈子就跟你一个人上过床 现在嫌我没用 要把我扔了 我告诉你想都别想 季思琪脸被打得偏了一瞬 她顶了顶腮帮子 嘴角溢出一丝血痕 顾嫣然心疼坏了 赶紧上前扶住她 着急忙慌拿纸巾帮她擦血 阿琪啊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一时着急 季思琪满脸不耐烦 看到顾嫣然更是来气 直接狠狠将她推倒在地 她的后腰撞倒了我的大理石柜台 捂住肚子瘫倒在地上 痛苦哀嚎 阿琪救救我 我好痛 季思琪抱着手臂冷眼看着她 只当她在装可怜 看着她裙底渗出的血迹 我感觉不妙 赶紧让助理打120 直到顾嫣然被救护车拖走 季思琪都没再看她一眼 她看着我 眼神恳切 仿佛在暗示我 现在她与顾嫣然 已经彻底断绝关系了 可我看着顾嫣然的样子 只觉得可怜 如果我没中奖 还是如当初死赖在 季思琪的身边 我的下场 只会比顾嫣然更难堪 季思琪 你别让我讨厌你 听到我这句话 她眼底浮现出伤心 最终还是不依不舍离开了 我略带歉意 看着站在一旁的裴杜 拿过袖扣帮她戴好 对不起啊裴总 今天让你见笑了 她不在意地笑笑 邀请道 周六有个宴会 我没找到合适的女伴 你可以陪我一起吗 穿上裴杜送来的礼裙 我还有些恍惚 裴杜显然很满意 亲手帮我戴上了 我设计的项链 蓝宝石在灯光的照耀下 显示出迷人的光泽 裴杜的领带上 带着跟我同系列的领带夹 向我行了一个绅士礼 牵着我的手 走进了宴会厅 上次那门童政百无聊赖 已在门口 看到我翻了个白眼 正想嘲讽两句 突然看到了我身边的裴杜 脸色瞬间苍白 裴总晚上好 裴总今天也是一表人才 跟旁边这位小姐真配啊 看着眼前人狗腿的样子 又想到上次羞辱我的样子 不禁感叹这个世界 潜全才是永远的通行政 因着裴杜帮我牵线 我认识了许多圈子里的贵太太 约好过阵子到 我的工作是挑选珠宝 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楼下传来一阵吵闹 我站在二楼的露台往下望去 纪思琪跟那个门童正在争吵 我跟王总有事要谈 你只是个门童 怎么敢拦着我的 门童痴笑一声 不懈道 谁不知道 现在纪家已经是落水的凤凰不如鸡 我的职责就是拦住你们这些 想要捣乱的人 纪思琪脸清一阵白一阵 愤愤道 我跟王总谈的是正经生意 怎么算是捣乱呢 似有感应般 他突然往上看了一眼 与我对上了视线 他激动地挥了挥手 纸若 你快点下来接我一下 让他们把我放进去 这门童真是构杖人士 但我相信你不会这样的 对不对 没搭理他的道德绑架 我喝完高酒杯中的最后一口酒 头也不回 潇洒转身离开 后来听裴杜说 顾嫣然天天跪在纪家门口 让纪思琪对她负责 娶她过门 纪思琪烦她烦得要死 干脆直接收拾了东西 跑到了国外 临走的时候 纪思琪还来找我 深情款款向我告别 说这辈子非我不娶 她去国外之后染上了毒瘾 没出两个月就把自己搞得身形憔悴 继父亲自去国外 把她绑了回来 关去戒毒中心 用铁链狠狠锁着 痛不欲生 顾嫣然去戒毒中心看过几次 被纪思琪狂躁的样子吓得不行 转头就当了有钱老板的小三 可惜她永远改不了高调的本性 天天发朋友圈炫耀 被原配发现后打得半死 我的工作室在裴杜和小雪的帮助下 打出了知名度 一年后 在小雪的见证下 裴杜向我告白 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那两个人在我的世界里 已经越来越远 我相信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